蛋仔和MC友谊在 毛姐被渣渣灰抢走了 尤其我们的新娘毛姐 尤其我们的新郎渣渣灰 这对新人正俘虏他们爱的殿堂 敢抢我毛姐是吧 那我就把渣渣灰的女朋友抱走 嘿嘿 这抱着别人的女朋友就是好玩 看我手上的是谁 我把张宝宝走了 你查情况啊 嘿嘿不爱 好了我们回到正题上面 这场友谊赛究竟是谁能获胜呢 现在出场的是我们的范范 能否拿下MC辣条呢 你们先亲一下先亲一下先亲一下 范特西呀范特西 还是先亲一下嘛 好好好 大家会下掉吧 哎 亲别把他亲亲亲亲亲飞了呀 来 怎么说 怎么说 白的空 别大的 没关系 哎 好 拜拜 OK 鲜鱼 好赌 没赌 没关系 好 漂亮 打得左右了你 哎 打得很疼 经过双方800回合的苦斗 对面的辣条实在忍不了了 直接选择了自我了解 哎呀 你想救救 他自己动走了 辣条比较累了 辣条比较累了 你们辣条是不是想家了 哈哈哈哈 接下来对方派出花卷大宝贝 还是个妹子 那我们分分这不是随便的啊 好打他一下 OK 让他打一下 哎 哎 这一下我们走啊 哎 哎 快跑 快跑 哦 哦 明白 后面是情不自禁 又 我两下 是吧 没事 没关系 我们的范范实力很强 然后可以再干 去你了的 嗯 我们范范比较绅士 不怎么喜欢对女人下手 那么接下来 就轮到我们的技术初步 奶奶出手了 我们范范的仇 就交给奶奶了 看来要拿出我们的底牌了 全部拿下好吧 最后的胜利也是属于我们蛋仔的 毕竟这是咱们的专业嘛 然后大家一起合个影 就结束了 之后这种比赛会持续下去的 啊 凄